清明廉家第一天 大家都赶回来 清明扫墓祭祖 所以县府特别在原山服务员 举办了春季法会 由开层寺的法师来协助祈福 县长林聪贤也特别到场祖祭 同时为了鼓励环保跟响应爱心 县府也推广了指尖集中焚烧 另外还设爱心摊位 要募集资源帮助弱势 趁着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今年法会来了不少民众 向仙人表达追思 还好动线规划完善 还有接驳车服务 交通算是顺畅 而县长也清零主祭祈福 同时肯定民众的环保意识 有了成效 以前是说自己烧给自己的亲人 会觉得说 那个亲人会收得到 亡生者会收得到 可是现在为了说这样子 才不会造成那个污染 太杂乱了 像这样集体会比较好 对那个环境什么 也不会造成污染 只要有心意 其实仙人应该也都收得到 对对对 看到我们来了 来祭拜他就很高兴了 管政府特别先在我们福音 基板我们今年一度的村座 我们特别感谢开诚禅士的 慈禧法师带领所有法师 来跟我们做诵经 也带领相关的信众 来为他们的亲朋好友 来做更多的心灵的祈福 那我们这么长年以来一直都在推广 环保的这个祭拜的形式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乡镇在很多的牧区也提供 这个车辆让民众减少焚烧的纸钱 那我们集中再往固定的地方来统一焚化 那我刚刚看到我们在园区里面好多的乡镜 慢慢已经变成是一个习惯 那当然这是一个大家有一个共识 那一风一暑慢慢就会形成 另外在春季会场 县府也鼓励民众响应爱心 包括物资券木 弱势团体意买 需要从对仙人的缅怀转化成实际的善心行动 也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祭典当中 请大家除了来祭拜我们的亲朋好友 也能够随手做公益 所以我们现场有可以来将你祭拜的物资 也可以捐给这个食物银行 甚至也随手可以做参与其他公益捐献的活动 那同时在里面我们也提供弱势的这些团体 来做一些物品的贩卖 那我想我刚刚早上看了好多乡镜 来向他们采购这些商品 就等于是帮忙这些团体动手做公益 同时也对仙人有更多的追思 也有更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互动 我想这都是我们看到最温暖的地方 现场也提供祈福卡片 让民众写下对仙人的思念祝福 宜兰新务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